我们来看到台中这一名男子 染上毒瘾之后缺钱买毒 所以多次行窃被抓 他就在自家门口贴上纸条 写着吸毒赌博电丸 我一辈子是大蠢蛋 要提醒自己改过自新 偏偏呢 虽然这蚊子呢 是当头棒喝 但是自己的手 还是改不掉偷窃的恶习 这个月初又骑车到五金行 满延长线 瞄到有女子把包包 放在机车置物箱之后离开 他就在没有下雨的白天 穿上雨衣遮掩再次行窃 落网之后远景说 的确是个蠢蛋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 到五金行买完延长线 骑车准备离开 发现一名女子 把包包放在机车置物箱里 男子把机车骑到 翔行车后方 盯着女子离开后 刻意绕了一圈 把机车停得远远的 之后穿着蓝色雨衣 靠近女子的机车 左手扳开坐垫 右手一伸 不到十秒钟偷走包包 五月底出狱之后 平常就右手好险 没有正当的工作 便装然后加穿的雨衣 趁被害人不注意的时候 将置物箱撬开 大白天明明没下雨 男子却穿雨衣行窃 想躲过茶器 反而更显眼 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 窃贼是一名惯犯 染上毒瘾缺钱花用 多次行窃被逮 内心懊悔 在自家门口贴上纸条 时时提醒自己 要改过自新 但恶习难改 再次行窃 出门买条延长线 看到有机可撑就犯案 男子再度偷窃进了警局 让家人头疼 而警方追查发现 他涉案不止一起 一窃到罪嫌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中部纵报道